在社区新闻方面 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未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寻求连政 日前他在孟特里公园市 举行了竞选连政筹款晚会 是会各界代表超过了800人踊跃参加 在竞选筹款晚会上 一会的政商界代表 对国会众议员赵美新在任职期间 大力支持经济发展 重视儿童教育 以及推动欧巴马的健康保险体系改革 所作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 尤其是赵美新力排众议所提出的 就当年美国排华法案向华人道歉的提案 在不久前 美国国会以获得通过 凸显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据了解 2010年赵美新以压倒性的71.04%的选票 当选加州第32选区联邦众议员 自2011年重新划分选区之后 他又转战到第27选区成功连任至今 凤凰卫视王福明洛杉矶报道